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撮料杯 粉笔 木齿 姜糊 铅笔和石头 现在我们来看看磁碟的磁力 比如这个活动 比一比一 谁的磁力最强 把三个磁铁放在桌上 磁铁A 磁铁B 磁铁C 用时把回行针逐渐往磁铁的方向推 哪个磁铁在最远的距离就能把回行针吸过去呢? 哪个磁铁的磁力最强呢? 答案是磁铁B 因为它能吸引回行针的距离最远 第二是磁铁C 而磁力最强的是磁铁A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活动 我吸的比较多 用相同大小的两颗磁铁 吸引回行针数一数被吸引的回行针有多少 磁铁A所吸引的回行针比较少 而磁铁B所吸引的回行针很多 因此我们能知道磁铁B的磁力比较强 磁铁A的磁力比较弱 经过这两项活动我们能做出两个总结 第一 磁铁能吸引回行针的距离越远 磁铁的磁力越强 第二个总结 磁铁能吸引的回行针越多 磁铁的磁力越强 现在我们来看看磁铁的相吸和相侧 磁铁能分为两极 北极N和南极S 如果磁铁相同的磁铁互相靠近时 就会互相排测 比如看看这个图 两个磁铁相同都是N的磁铁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有一股力量去推开磁铁 第二个 如果磁铁不同的磁铁互相靠近时 就会互相吸引 就如这图 当两个不同的磁铁N和S互相靠近的时候 两个磁铁就吸在一块了 因此这个总结是 相同的磁级磁铁会互相排测 不同的磁级磁铁会互相吸引 好 今天就交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赏